魔鬼我们要对它认识 这是六道里的一道 这一道 它是造作物业 感到的果报 最明显的呢 它感到寂寞 常常寂寞 找不到东西吃 所以称它做魔鬼 魔鬼道里面有负德 它在魔鬼道 就当了鬼神 鬼道里头有福报的 像山神 土地 城皇 民间呢 有很多祭祀的 有个小庙 有人祭祀供养它 这个鬼叫独裁鬼 它有福报 它不会受寂寞之苦 但是这一类的鬼并不多 绝大多数的鬼 都有寂寞的果报 所以常常要求人 求人来帮助它 我们佛门 我们佛门 对于我为的照顾 很重要 许许多多精灿佛寺 都是布施他们的因事 为他们讲经说法 让他们减少痛苦 也帮助他们开悟 早一天能够离开 我道 那么另一个现象呢 就是 它多危 恐气 其实害怕 多危 这叫鬼 诸位要知道鬼的性质 你就不要怕鬼了 为什么呢 鬼怕人 是真的 你要是怕鬼的话 那你也怕不如鬼 这个就错了了 世间厌余 有所谓 人有三分怕鬼 鬼有七分怕人 如果遇到鬼 你大声一叫 它马上一下跑掉了 那它不敢惹你了 你越懦弱 它越欺负你 你比它强 比它还厉害 声音比它还大 动作比它还快 它赶快就跑掉了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遇到鬼 不要害怕 如果学佛的人呢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都很好 他听到佛号就走了